延熙元年 曹魏政权内部出现一定问题 后主刘善给大将军蒋婉写了一封信 让其屯兵汉中密切关注曹魏政权动向 如时机成熟可出兵乏味 这封信写于诸葛亮去世后四年 与大家印象中的刘善不同 在这封写给蒋婉的信中 刘善对于公卫是以考虑周全 而其公卫的具体计划 也是以诸葛亮的龙中队为基础 结合当时蜀汉政权的具体情况 而做出的部分调整 在三国演义中 后主刘善被塑造成了一个无能君主 而关于诸葛亮继任者蒋婉的描写 也是寥寥几笔带过 三国演义给蒋婉的笔墨 远远不及后来的江维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 无论是刘善还是蒋婉 都并非泛泛之辈 他们对于当时 未属无三国的形式 有自己的理解 而且 无论是刘善还是蒋婉 他们制定战略时 都不离诸葛亮的龙中队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刘善和蒋婉的北伐计划 继承者 蒋婉是荆州林陵人 待刘备战荆州后追随刘备 初期一直默默无闻 渐心元年 诸葛亮开丞相府 蒋婉成为东曹院 后来 诸葛亮数次被罚 蒋婉一直负责为诸葛亮供应粮草 所以深得诸葛亮信任 甚至到了成为指定接班人的地步 诸葛亮在世时 曾告知后主刘善 若自己有意外 由蒋婉接任自己支持 但杨夷认为自己功劳甚大 数次对蒋婉出言不逊 最后杨夷被免官贬为庶民 被贬为民的杨夷 还上表诽谤蒋婉 最后被下狱 魏言杨夷之间的内斗平息后 蒋婉这个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 迅速走到蜀汉政权权力的核心位置 蒋婉为人谦虚 处事稳重 获得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广泛支持 但作为诸葛亮的继承人 在北伐一事上 相比于诸葛亮 蒋婉却显得更为谨慎 在掌权时 他曾命姜维率军北伐 但是给姜维的军队不多 似乎并无一战定乾坤的想法 而在诸葛亮去世后的延熙元年 却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在诸葛亮时期 对北伐一事显得并不太上心的后主刘善 竟主动给蒋婉写信 告诉他如今魏国内部出现变数 要蒋婉为北伐做好准备 刘善所说的魏国内部变数 来自辽东地区 汉末大乱时 公孙渡割据辽东 由于未参与中原各诸侯争霸 辽东地区反而未被战火洗礼 成为了当时的世外桃源 公孙家族第三代掌权者公孙渊 一开始想完远郊进攻 通过海上与东吴政权联系 后又因为害怕激怒曹魏政权 而处决东吴使臣 劫掠东吴船队 七的孙权想要组建海军渡海攻打辽东 公孙渊处决东吴使臣的做法 得到了魏民帝曹瑞的赞赏 但是曹瑞要的可不止这些 他想借着公孙渊示好的机会 彻底收回辽东地区 魏民帝曹瑞派幽州刺使吴秋简 带着书信印章去征召公孙渊 一心想着割去辽东的公孙渊 不想束手就擒 立刻率军击退了吴秋简 并自立为燕王 但曹魏方面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收回辽东 又怎么可能因为吴秋简的一次失败 而放弃计划 延期元年 魏民帝曹瑞派太尉司马懿捅兵四万 征讨辽东 后主刘善看到司马懿亲自领兵出征辽东 认为魏国的北境地区一定出现了巨大问题 于是他命令蒋婉屯兵汉中 一旦魏国内部出现动荡 就抓住时机挥施北上 不要以为后主刘善提出的这个北伐方案只是心血来潮 他的计划可以说十分周密 他告诉蒋婉 北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是魏国内部出现大规模起义或叛乱 第二则是东吴方面也要采取行动 将诸葛亮给刘备的龙中队 和刘善给蒋婉的北伐方案进行对比 我们会发现刘善和诸葛亮都提到了带天下有变的重要性 而诸葛亮的龙中队强调地跨经亦二周 二周同时用兵 刘善给蒋婉的北伐计划则强调了虚无举动 互为击脚 属无同时出兵 诸葛亮的地跨经亦二周 与刘善的属无同时用兵 其实是一个意思 诸葛亮提出龙中队时 荆州在刘表手中 刘备集团是机会同时拿下荆州和益州 所以经亦二周同时用兵的方案是可能实现的 诸葛亮生前的五次北伐 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益州一路进兵的北伐方案难以奏效 所以刘善认为 要想北伐成功还得两路进兵 但是此时的蜀汉政权只能提供其中一路 另一路必须由东吴政权提供 这就是他在给蒋婉的命令中特意提到的虚无举动的原因 如此来看 刘善奉行的北伐的基本原则 仍是诸葛亮的龙中队 而且是在新的形式下修改后的龙中队 无疾而终 接到命令的蒋婉按照刘善的指示屯兵汉中 但作为诸葛亮时期的北伐后勤负责人 蒋婉深知蜀道之艰难 所以他并未轻举妄动 而是观察魏国境内的局势变化 魏国的局势变化并未按照后主刘善预想的那样发展 司马懿率军攻打辽东历时一年成功剿灭了公孙渊的割据势力 魏国境内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动荡 所以刘善为蒋婉提出的蜀无两路进兵的方案只能作罢 由于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 到了蒋婉时期 蜀汉政权对于北伐的态度变得更加谨慎 蒋婉虽然也多次命令江维率军北伐 但是给江维的兵力都较少 有时甚至只有区区一万余人 以如此之少的兵力去撼动地跨九州的曹魏政权 无异于吃人说梦 显然 无论是后主刘善还是蒋婉或者江维 都不会指望这种规模的北伐能够取得成功 蒋婉时期的北伐更多只是要维持一种进攻态势 这也很好理解 即便是诸葛亮在世时 出秦川北伐曹魏的努力都未能成功 换成威望能力均不及诸葛亮的蒋婉 成功的概率只会更小 然而 有趣的是 一向以谨慎著称的蒋婉 却在自己主政的后期 提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 也极为大胆的新的北伐方案 蒋婉认为多次北伐失败的经历已经证明 诸葛亮所坚持的出秦川的北伐方案太难成功 且曹魏集团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再坚持这样的方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不如另辟蹊径 由其他方向发起进攻 打曹魏集团一个措手不及 蒋婉的方案是这样的 发挥蜀汉的水军优势 其陆路走水路 沿着汉水、免水出兵习取卫星 上拥 上拥防陵西城三郡 因位于汉中东部 被蜀汉政权称为东三郡 原本掌握在蜀将孟达手中 孟达叛蜀降位后 东三郡也并入曹魏版图 曹批改西城郡为卫星郡 上拥临近汉中、襄阳、仪陵等战略要地 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 上拥起初在汉中张鲁手中 张鲁降曹后 上拥落入曹魏政权之中 汉中之战后 刘备命孟达夺取上拥 后孟达降位 上拥再次落入曹魏政权之手 魏文帝曹批去世后 孟达曾暗中联系诸葛亮 希望率东三郡回归蜀汉 但因情报泄露 司马懿急行军突袭孟达 孟达兵败身亡 回归蜀汉的计划化作泡影 但遗憾的是 与刘善的北伐计划一样 蒋婉造船强化水军 攻打东三郡的计划 也因群臣反对而未能成形 走不出的龙中队 后主刘善的方案 与蒋婉的方案从表面上看区别很大 但其内核始终不离诸葛亮的龙中队 刘善强调北伐 必须选在曹魏集团内部出现重大问题时进行 且必须属无两国同时出兵 其依据正是诸葛亮龙中队的 金义阿州两路进兵和待天下有变 而蒋婉提出造战船 出水军 习取东三郡的冒险计划 也是为了让蜀汉政权 重新拥有两路进兵的能力 某种意义上讲 即便在诸葛亮去世后多年 蜀汉政权北伐的指导思想 依旧不离龙中队 然而尴尬的是 宜邻之战后 蜀汉政权永远失去了荆州 经义阿州两路进兵的方案再难实现 从诸葛亮到刘善 再到蒋婉 以及之后的姜维 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在弥补失去荆州的劣势 蜀汉群臣的北伐方案 始终走不出龙中队的影子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说明了为强而鼠无弱的背景下 作为弱势一方的蜀汉政权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 甚至可以说 怎么选都是错的 诸葛亮时代的不断北伐 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蒋婉费辉时代 以发展经济为主 但即便是比发展经济 曹魏的发展潜力 也比蜀汉要大得多 割据川鼠三十多年后 蜀汉君臣无奈地发现 无论是选择战争 还是选择和平 蜀汉的最终结局都是一个样 不知道大家对 刘善和蒋婉的北伐策略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